下期間出遊真的要特別小心 一家人前一天才一起去泡溫泉 結果隔天因為現場有野溪 這女兒跟小兒子說 吵到去飯店對面的野溪來玩水 沒有想到這媽媽不小心滑倒 被湍急的溪水沖走了 後來送醫不止 消防隊員們接力合作 拉著繩索把媽媽抬上岸 緊急CPR一刻也不能耽誤 因為疼愛小孩的媽媽 是為了凹不過小孩 想到溪邊玩水 帶著小姐弟兩個人到了野溪旁 自己卻不小心滑倒 被湍急的溪水沖走 剛上國中的姐姐和國小的弟弟 兩人親眼目睹媽媽被沖走的過程 嚇到連話都說不清楚 他自己遇過的那個小型 我找找了 我不是那裡拉扶出啊 我找我找我 我就回家跟我講 我們都快走 那個人在那邊看 媽媽媽媽 我不是的時候我就直接滑倒 段段續續描述事發經過 弟弟用小手揉著哭紅的雙眼 緊緊牽著姐姐的手 因為親眼看著媽媽被沖走 實在太震撼 小姐弟的爺爺說 兩個孫子都很後悔 如果不貪玩不要吵著到西邊 就不會失去媽媽 小小年紀就沒了母親 還親眼目睹整個過程 這樣的喪母之痛 成為小姐弟心中永遠的遺憾 也讓親人們無法接受 這段新聞彭志明 苗栗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